好 大家晚安 非常歡迎大家今晚 第0哲學星期五 那今天的哲舞呢是個特別的活動 因為這場活動呢 其實是響應2018 世界哲學日 Plus Taiwan 那昨天在FIDO 我們已經辦了地產公司台 那今天是我們第二場活動 非常謝謝各位的參與 那請示開始 大家晚安 我是林靜君 那我是FIDO的 跟這邊的很多夥伴我們大家都是 謝謝 我們都是FIDO的一員 那今年的世界哲學日呢 由FIDO主辦 然後跟哲學星期五一起合辦了 一系列的活動 今天是我們的第二天的活動 那就是一個特別的場次 我們想要談的是用哲學打造開放的心靈 剛剛跟大家介紹有很多是新朋友 那也有很多好像是哲學系 所相關背景的 然後大家都是有興趣或是有時間就來了 我覺得很有趣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哲學對他很小心的關鍵字 他眼睛看到哲學就會停下來說 哲學是什麼東西呢 我好想要聽聽看 那也有很多朋友說 有時間或是剛好有空就來 我想大家一定也對哲學有一些想像 那今天我們要談的是哲學的內容呢 還是要說開放一個心靈 要像舒緩大家的心情的壓力啦 或是這個心靈的激態呢 還是什麼東西 我們等一下有五位講者來跟我們談 在他們各自的環境當中 來自於台灣 然後還有香港、德國 以及這個 還要談法國 這個各地 到底在他們的當地 怎麼做哲學教育 以及哲學教育的範圍在哪裡 是在學校裡面、校園裡面嗎 還是說在整個社會當中 那我現在就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講者 我們就從 我就意向順序從這組邊開始介紹 這組邊是我們的葉浩老師 葉浩老師 現在是政治大學政治系的副教授 那他的專長呢 其實很多很多 所以一言以異之 反正就是要做哲學 所以大家跟你們的題目 都有他可以講的地方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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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今天第一次介紹的呢 是來自德國 但是進來台灣十年的馬凱之老師 馬凱之老師 馬凱之老師現在也是政治大學的教授 他是在哲學系的副教授 那馬老師他在德國的時候 是漢學博士或是哲學博士 然後他在大學開始學中文 但是他中文講得非常好 所以他等一下會用中文跟大家說 那他的研究專長是中國哲學史 還有宋寧理學 比較政治理論 以及論理學 然後他會跟我們談談 德國那邊 他所看到的 跟台灣這邊的學 他看到有些什麼樣的差異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劉國英老師 劉國英老師 劉國英老師在香港的 中文大學哲學系的教 那老師的研究範圍也非常非常的廣喔 那尤其是最近這兩年 他一直在出跟線上學相關的著作 然後也主編了很多很多的期刊 那老師除了線上學以外 還有當代的法國哲學 還有或現在哲學 以及康德的政治哲學 跟歷史哲學 還有中國文化 跟現代世界的混淨等等 那我們非常期待 點一下劉老師跟我們分享 他在三張所看到的 那接下來呢 是黃涵宇老師 黃涵宇老師 現在是台灣學生大學 英語系的教授 那他的研究專長也非常非常的廣 尤其是他才剛出了一本書 大家如果看到就知道了 他是跨界思考的專家 他從英語系跨界出去 也談了很多的附魔基金政治 生命政治 精神分析 後人類以及恐怖文學 那我們等一下會請 海維老師就示範體制內 我們可能可以怎麼做哲學教育 而因為台灣現在這幾年一直在做改變 雖然實驗教育法過了 有很多在體制外的學校 在做很多大膽的嘗試 但我們更多的人其實是在體制內 所以到底體制內有可能 可以突破一些 找到一些什麼樣的破口 等一下海維老師會跟我們分享 然後呢 字幕這邊是這個 胡士謙老師 師謙老師現在在中山大學的 哲學研究所 但是現在副教授 那詩謙老師的學術專程 也是非常廣 就是政治哲學 還有當代法國哲學 德西達全球化的研究 以及馬克思 那尤其是詩謙老師 談那個非常臭向的主體問題 談得非常非常的細緻 包括個人主體 以及社群主體 以及國家主體的意識 那等一下我們會請詩謙老師 跟我們分享 在法國的經驗 就是法國 我們都知道 法國有哲學未考 那哲學未考 怎麼考 到底怎麼教 到底怎麼做的 那其實詩謙老師 可以跟我們多聊聊 好 那我們今天的進行方式 是這樣的 現在的時間是7點45分 待會我們會請每位老師 大概15分鐘左右的時間 攤攤 他的興趣 他的觀察 以及他所了解的哲學教育 然後最後有時間的話 我們會做QA 對 有時間的話 因為這些老師都還會講的 只有腳不停 沒有那個腳不到時間 對 我們會盡量的閃到錢 那老師說 時間到了 但是如果 兩位還有時間QA 請大家一定要把握機會 千萬不要在一開始的時候很害羞 後面就會發現你問不到 好嗎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這個講座 我們首先請來自香港的劉柏英老師 可以跟我們的分享 老師 謝謝 謝謝 好 非常感謝 感謝FITO學位 臨機很榮幸 來有一個機會跟大家見面 分享一下 我對技術學習一些經驗跟感受 因為就 也特別感謝 那個孔維老師的邀請 這樣親切來跟一個朋友見面是很需要的 因為我自己在香港 我1995年從歐洲回到香港去 我就馬上加入了一個在香港 這個叫做香港結學會 那個活動 那個活動就是我的學長 江洋輝老師 一個唱辦 大概1985-1986年的唱辦 我回到時候 就是他把它拉進去了 我們也辦那個 為大眾的一些討論會 通常都是說 我們大概每個月就只有一次 不像我們每個一代一次 也是禮拜五 因為禮拜五比較比較 relax 然後我們通常是在一個公文讀書館裡面 公文讀書館那就是 講的議題 基本上還是那個社會文化議題唯一 正中也有正義題 也會介紹一些比方著名結學家 比方歷史裡面的也有當代的 比方西方的比方 講那個 也有塔的後現代 也中國的比方 旁邊的 文中山西方的 然後就是 當時就被在公文讀書館 我們是在那個 這個蓬螺灣公文讀書館很大 他們給我們 會做兩百多人 兩百多人的討論他們那樣很多人 但就沒有這樣的親切 而且我從來沒試過 邀請位參與節 來接受自己 其實是非常好 就是 我們講 講話太多的人 總是希望理解 誰在跟他們怎麼樣這麼反應 這對我們很重要 不過這個 我先生 我爹 我要學你們 我們這樣做 這個 那種親切的感覺就是 你們結學交流是這樣 其實他不是大聲說話 放出去 恐怕人聽不到 而是反過來 我們常常都是有很多疑惑的 那本來就是說 這種疑惑高峰就是 我們思思思考的時候 才會逆出來 所以這樣的場景我覺得 更適合進行 跟你們一起結學討論 所以我覺得非常好 那所以相對以下呢 我們 我自己大概從1995年 大概到2003年 2004年 有7、8年 我有非常積極參與 在香港的結學會 我自己也曾經當過 一個香港的結學會的會 但我大概這樣沒有幫得很好 所以就是 後來就是我教育別人 年輕人 我做 但是結學活動 我們現在還繼續下去 而且呢 結學主機在香港 就不當然是 那個香港結學會 我們還有好幾個別的 有一個叫實戰結學會 有一個人文結學會 都是不同面向的 所以已經慢慢打開了 還有一些我們學生會 還是學同學的 像在香港人家電視台案 這個叫即學有改訂 就是廣東話 結學可以聊天 不要相信 在香港不是用國語來談 在台灣會不會可以用台語來談 我們就是用廣東話來談 所以就 如果這樣 我可以轉談給我 我們用廣東話來講 所以這個 但是跟觀眾的誤眾就不一樣 因為很多一般的觀眾 他們教育程度就可以上下比較大 職業來源 有些中學生 是真的很年輕的 實時的初中 三更一都有 但是有些比較年輕的 所以一般的背景也很差 也很大 所以就 我們主要要遷就他 基本上我們還是用樂文文化 所以就 辦成就是 也有一些 有些人 完了以後 也講究我們問題 然後寫電流啊 那這種工作 現在還做上去 所以就 我認為就是說 在起碼這個方面來說呢 比起我 比方的學生年代 我是一個 我相信 我 一個講我的開始 因為我可能年初太 對啦 所以他們進了 因為我是1975年上大學 然後年代年代呢 基本上在香港 沒有這種公開的 一種文化活動 不用說結學的 公開是長年很少 香港被定位一個經濟城市 你不去想要賬錢 你讀書不會為賬錢 你又思考人生問題 這個人有點 所以這個 那個年代是很 大概很難想上人 有人那麼做 那我回 在我去 反國留學的時候 我回香港已經 二十年後 就辦成就是 香港人也改變 那個改變 因緣當然就是 有整備 九七回歸 那 整個八年代 我之前 長時間不在 但是我 大概知道 也是香港的改變 民間的活動 政黨的出現 然後很多 八年代也很多 港產的電影 各種題材的電影 各種放上的判斷 我相信就是 成為一個積分 一個文化的條件一樣 大家對結學不會在以前 很害怕 通常他們結學的東西 這些人有這麼想這些東西 從在香港過去那種 強調又生存 又經濟自己養貨自己 那種相當 怎麼說呢 實笑的一種學習的動機來說呢 從去結學探討 從文學寫說 或者你拍電影 也不是會賺錢的 就以前的人出現 但是八年代 開始這麼漫漫出現 又當整個 整個 所以那個玩法 但政治的氣候 就是 謝謝 謝謝 就 就成一個圖樣 就不一樣樣 那時候到90 我90那一鐘回去 就已經改變了蠻多 我自己 當在中文大學教書 也是一種專業的教堂 但是我們的教科也是 所以就 學的教結學系 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叫所謂 聽習教育 這個教育就是在台灣也上學習 很多是跟結學有關 都是批判系考有關 那我自己也教很多 一半 差不多通常有一半是這樣 那半程度 你又對象 是不是結學專業 然後是一般同學 多種系都有 那所以我們要調教 要把一些 把結學的東西呢 不會那麼明顯 明顯的提出來 譬如說我很常常教英文 就中國文化 與它現代化 所以我很多這些東西 我放在裡面 就不明顯 提出來 讓同學在 估計不繳之間 發生 這種分析方法 去解決 或者是 價格建構的來源 我們算命這些東西 因為很多 思想 就有很多人 就是他會 如果很明顯來談結學 他可能會抗拒 尤其是 那裡 積蓄性的 理工科 醫學 會計 法律 有些人 法律好一點點 所以有人學 跟社會科學的人 大概比較 拒絕來需要 但是在一些很積蓄性的 他們有時候就會有種抗拒 比如說我們要想一些辦法 比較有軟性來 把結學人出來一點 我自己也很享受 因為很高興看到同學 他會有 就是對幾些 他們本來 不覺得是問題的問題 慢慢他們 對呀 我們為什麼有 不能不問選 為什麼我們總是 黨人家安排我們 我們上路過 我們的社會怎麼走向 如果這件事能幹多少錢 這值得做 這件事不是這樣 我們就不值得做 人生真是這樣嗎 我們是不是每一次 只用利益來考量 我們做這件事 利益跟價值 那當然就是同學 他們其實我們發現 常常社會 他們有一些想法 但是就 他不敢想下去 那我們當結學老師 通常就同一道 你問上學 你問問題不是你不懂 是沒有人很會答的 所有這樣的問題 表現有很一般的答案 但是一般答案對你沒有用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要沒有自己的出境 所以你有勇於 因為自己的出境出發來訪問 也不需要用來這個問題 我從來沒有問過 我是不是很蠢 不是 這問題沒有出來 要你延伸經驗 沒到沒有見面 可能沒有出來 那你可能就出來 那這種要慢慢引發的一個同學 有時候就是 我覺得很好說 有些同學就是 他下落學之中 他就非常高興 然後假如我來拍照 然後後來寫電郵 這樣 就感覺馬上良好起來 這個就是辦成你會覺得 你腳都懂 而且實際也是我年輕的時候 記起某種疫情 就發現同學是 也做得出來 差不多 所以結學問題很多時候是 有時候說 結學問題很難解決 沒有絕對答案 其實最重要是很多是永恆的問題 所以說每人差不多 你都可能 你認真問上去 很多問題 你都又問你去 你知道你的答案 是不是別人 別人有很好的答案 不是一定是你的答案 所以你要自己勇於問 究竟這個事是不是你 所以我覺得是一種 為什麼結學是一個所謂的 period period 就是永久 就是說他會連續下去 人最重要是要怎麼法問 所以我們就引發他法問的勇氣 然後慢慢繼續下個怎麼法問樣語 慢慢看清楚的問題 就慢慢提升 後來我就從2004年開始 我們結學系 就開始辦一個課程 叫MA in philosophy 就是結學文學所事 文學所事的意思是 MA就是說 修課的 也不是做寫論文的 就是捐給那個本科 不是念結學的人行喊 他要守 他是一個學位 但是就是用兩年晚間 來完成他 就是說 他們要在兩年裡面 收滿八門科 八門科平均是 一個學期收完兩年之後 下班來 晚上三個小時 三個學分 我們就是分三個部分 三大可以範圍 一個是中國結學 跟中國結學 一個部分是希望結學 一個部分是任用結學 而同學要起碼在其中一個部分裡面 收滿一門才能畢業 畢業以後 他要拿到這個學位 這個學位就是中文大學 其實是頒發的文學熟事 過程 MA in philosophy 所以他是一個 比較正規的一個學生 但是我們 現在辦了15年 我記得 以前辦了15年的過程 就是每年大概有30多40人 畢業 我們取入人大概是40多50人 有些人可能他比較忙 他會可能慢一點 比方用多一個學期到兩個學期來完成 他們用叫學費 但是他們都是受盡規的 因為怎麼呢 要寫的文 要做報告 然後有學分 有些同學他會有興趣 他繼續念下去 比方念完人沒就念anfield 因為他本來本去不是解決的 他很難在這個階段考進去 因為我們的位置很少 那個日照的就很少的位置 所以如果他本來沒有解決的 收到MA 他就有準備 總共會有一些能考進的m field 然後念上去 要麼在我們學校念那個博士 要麼很舒服 這種情況相當多 比方我現在有兩位在歐洲念博士的同學 就在文明庫格畢業 兩位都在傳 所以他是為一些本來不是結學專業的人 本來我們也希望他們可以 就是打開他們思考的領域 有些人我會說 中的獨了 中的獨就說他像的瘾 像的瘾就是又做上去 冠成他們可能放棄本來的專業 然後轉過去 所以就冠成我們 這種退廣節的做法 冠成就把它提升 因為我發現就是 在普及基礎之下 如果讓生根 可能需要提升 我們就15年做下來 我們就發現 這個也是一個做法 我們現在如果15年 大概每年有三十多人比例的話 拿到文學熟識學位的人 一年平均35位吧 那麼15年就有幾百位 那所以就他們達到矛盾 這件水平的話 冠成呢 結學就有機會 乘天健談裡面 乘天他們就專業的行業 然後做路式的 做建築式的 做中學小學老師 做季節的 甚至有些醫生 他們就對很多事情 他們自己說 我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判斷 對自己做的事情 有不同的反思 這個我們也覺得是 結學在社會上跟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所以我簡單來總結 就是說 換成 這次我相信也是 如果在統計的基礎上 這個方向是可以考慮的 尤其是 我記得這個台灣社會 是一個非常自由 經濟項已經不是需要 考慮溫飽的 我相信他有能力 做一種在統計的基礎上 下一題上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劉老師 大家好 我叫做馬凱茲 我今天真的很榮幸能夠在這裡參加這個 今天的這個 是世界哲學日子 即是日辦的這樣一個活動 謝謝風味的邀請 很高興能夠跟各位 分享一些想法 中文不是我的母語 所以我希望 接下來 這個 某個人 這個 講話 有所有的條理 剛剛有人問我 你能不能這樣 分享一下你的 這個 劉德經驗 我是覺得 他就把我笑 就是 好像一直有人把我當作台灣人 當作台灣人 當你 當你生活 十幾年了 所以 這個當然是一個 莫大的讚美 就是說 說出了劉德 我當然是在德國出生的 說在德國長大的 說在德國長大的 對 可以說在 用中文的 精確一點 就是求學 在德國求學 那我可以 跟各位 稍微分享一下 我這個經驗 然後 提出一些想法 這個 我 我一直 就是說 我是很高興 就是說在台灣 我最近在德國也是 謝謝各地 這幾年 大家對哲學 好像對哲學 有興趣的人 越來越多 其實 封衛剛剛說 像台灣有哲學 對 德國也是 這幾年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說 這個意義 跟文化 經濟條件有關係 跟我們的歷史 處境有關係 就是說 對哲學 真的很多人 越來越多的人 對哲學的人 很有興趣 這個 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直 因為我在正大 開課 然後也就在 找很多人 我一直被這樣子 問你說 困擾 那你為什麼 人會對哲學有興趣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出發點 就是說 為什麼人會喜歡哲學 因為 我看 比如說我在通事 也開過課 或者我在哲學系 開過課 你會發現 很快 大概一兩次就會知道 誰對哲學有興趣 誰對哲學沒有興趣 這個老師 看得很快 就是因為我們有經驗 這個就是直覺 一種intuition 就是說 那位學生 可能只講幾句 但是讓他知道 他未來對哲學不會有興趣 所以說 到底什麼樣的人 對哲學會有興趣 對什麼樣的人 對哲學不會有興趣 我覺得這個問題 真的蠻有趣 我又開始想 我自己 到底為什麼會對哲學有興趣 這個 到底很難用理由 提出一個理由 就是到底 因為有些人 在德國也真的 就是 我自己 第一次 十五歲的時候 在 就算國中 或者高中之際 就是說 第一次上過哲學的課 哲學的課程 然後我們組了佛拉圖 佛拉圖的對話錄 那 你也知道很多同學 對這個東西 對方沒有興趣 但是 可能三分之二 說不定 更多的人 不會喜歡 他們覺得就是 哲學有什麼 喇叭反 就是一直說話 一直說話 沒有什麼用 你說話也不會 沒有提讀 沒有結論 一直講 一直講 一直講下去 所以現在很快就 會產生反感 他們要學更實際的東西 賺錢 或者他們 談戀愛 或者他們要做一些實際的事情 那為什麼還會有一些人留下來 繼續對哲學有興趣 我覺得那是 我一直被這個問題做困擾 那 那時候我自己大概就15歲 在這個 NOTMX法 就是 信號人員 因為得過很多州 16州 所以有一些 其實每個州的 教育政策不一樣 所以有一些州 都確實是我提供 在高中提供哲學課程 那有一些州沒有 那有一些州 是提供我這種 倫理學的課程 那就是等於說 如果你不想修宗教的課程 那你可以修一個 這樣子的替代方案 就是說 因為你可能不是 那個天誅教徒 那在巴伐利亞 比如說 那你可以修一個 就是一般的這種 倫理學的課程 那有點像 台灣的這種公民教育 其實哲學性不見得很 很濃 有點這個味道 那我幸好有 就是在東海雅斯坦 有信之15歲的時候 差不多那時候 就可以上一個 正式的哲學課程 那 所以 這是一件事情 好像有一個 某一個機緣 但是 同時 我看過 如果我回憶 我當時的同學 很多同學 也根本不喜歡這種課 他們就要去學 實際的東西 所以我在想 我們今天這個標語 用哲學打造 開放的心靈 然後 什麼叫做開放的心靈 什麼樣的人 會在哲學有興趣 我 我 會在我自己上 我覺得 這個真的是 也是很 說不出 就是很難去說明清楚 你某一些機緣 比如說 你小時候 在你父母的書件上 看到我一本書 發現 遺採了 遺採在你的書 然後你就不知道 是武裝路的 你翻開這本書 根本也看不懂 就像很多 十三十四歲的 譬如說 CFT 看他媽說 兄弟這種書 根本也看不懂 但是還是櫻子繼續看 其實繼續看 看了八百頁九百頁 然後很 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看完了 都特別想說 不是嗎 所以有那種感覺 然後 也根本不知道 那個什麼 Saratustra Saratustra 如此說 他在說什麼 你根本不懂 但是就是說 這個大概也反映 某一種 我真的說 人很多 其實不少人 青春期的時候 有一種不滿 整個社會的不滿 或者有一種 精神需求 然後 有些人可能本來有 宗教 然後宗教信仰 然後去教會 父母帶他們去教會 後來就 不再相信這一套 然後就組個名才 然後就 推出教會 所以說 這是一種不滿 精神的需求 那或者 有一些人 跟後來覺得 好像踏上賊船 有些人也找不到答案 如果你是幫助一種信仰 他也沒有辦法 真的滿足你 所以說 某一種 我真的說 有一些年輕人 可能有一些年輕人 可能 有一些年輕人 可能 如果你是幫助一種信仰 看了我一些書 然後有一種 難以名撞的一種 夢裡奇妙的一種感覺 可能 就是生命的一種體會 可能是成為 念哲學 或者繼續讀哲學書 請的一個 一個動機 對 所以 像我自己 那時候我就讀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發現 威跟史達夫 出起來 這兩個人之間 徘徊不定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就決定要讀哲學 對 然後就是 剛剛主持人已經提到 我也有這個 哲學的背景 哲學和哲學的背景 所以 這個有 有這樣子一個興趣 然後 這個威跟史達夫在哲學研究裡面 有一段話也滿有趣的 所以威跟史達夫一直以來 這個問題說 困擾到底哲學家在做什麼 就是說 他也不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 很容易解讀的問題 還有一段話就是說 哲學家很喜歡 這樣突然 走路 生活裡面 突然停下來 然後觀看一張桌子 一直觀看 一直觀看 或者像 迪卡爾 就是在觀看一個爐子 就是那種感覺 就一直看 一直看 然後也不知道在幹什麼 別人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所以 某一種沉思 或者是他在 針對這個桌子的經濟反思 試圖理解這張桌子 那 威跟史達夫認為 其實他有時候很嘲諷 很容易陷入毒我論 好像只有我存在 我存在 其他人都不存在 所以還是哲學的一種起源 就是我 面直接面對這個世界 其他人都 考慮裡面都不存在 就我 好像我 也要面對這個世界 所以這個哲學 最後可能 可以滿足我們 靈魂裡面 最深處的 可能有一些 引起一些共鳴 或者有一些 但是最後哲學當然還是要說話 你還是要跟別人聚在一起 所以 從這個 觀看 可能還是要回來 然後回到這個紅塵裡面 然後這個 也有念哲學 然後跟這個溝通當然非常重要 後來 就是像這個 這個 15歲我上的那個 哲學 哲學的課子 那個老師 一個男老師 大概也不太記得他的樣子 但是我記得 他那時候叫我們讀 哇 好像是Gorbias 說你有Republic 有一些對話 是你們的 有一些段落 然後 蘇格拉底這個人 當然很有莫拉的魅力 就說 這真的像那個 電板 是不是 他叫你觸電 就那個 Electric 就是說 他這是一個怪咖 就是 他這樣到時候走 然後到時候都在街頭上 跟陌生人打招 然後 然後 基本上是犯騷擾 騷擾 那個人也跑不掉了 就是蘇格拉就把他拉起來 就是把他拉過來 然後 問題就無聊的問題 你這個統政 能夠講一下什麼叫做政治 然後 對方也講不出來 就是這個 一些無理口的問題 沒什麼用 然後那些人也就是浪費時間 那蘇格拉底後來也 大家都知道 就是傷風戴鼠 就是 戴換嚴慶人 然後就被判死刑 這個當然 這種 這種傳奇 這個 當然如果像在德國 在德國文化 雖然我們就大家會聽說 德國好像很接近希臘人 希臘人 德國文化跟希臘文化之間 好像有一些莫名其妙 有一些關聯 還有一個 當然很喜歡這樣說 還有一個 我得認 當然是有點誇張 那知道 然後尤其是德國 沒有這個高中的哲學會考 有沒有 高考根本沒有 所以 這是你 跟德國文化有這樣一個傳奇 一個神話 就是好像德國人很喜歡哲學 或者德國文化跟哲學很接近 當然 這是你刻板印象 很多人也根本不想念哲學 然後 康德的這個著作 比如說大概98層 就是德國人98層也看不懂 看不懂 只有剩下的兩層 可能一兩層 就是專業哲學家 都看得懂 康德的著作 所以 這個當然是 非常少的一個 一群人 但是 就是說 在德國很容易遇到這些人 所以 高中 所以我們不會直接 不見得 每個德國人都有機會 就名採 或者康德 但是 這個文化氛圍 還是有一些幫助 所以 這個 接下來 我在大學 還在念哲學 當然 這個也是一個很 很可怕的地方 或者一方面 就是說 因為這個德國傳統 就是一個 包袱 這個每個民主有這樣子的文化 也有一個傳統的包袱 所以有這麼多 偉大的哲學家 非常 嘎人王的時候還在 然後嘎人王的弟子們 然後 這當然有一個 權利 就是 哲學也不是這麼單純 就是 我其實我年輕的時候 非常反對 把哲學當中的教育對象 所以我們現在都根本不可以 傳達 有教育 你教哲學 這個 我覺得沒什麼意義 就像你教寫作 這個就是 對你要毀了你心裡 自己發現 現在我看比較溫和 年輕比較大 然後我自己靠哲學 所以我當然來 態度有點轉變 就是說當然我就覺得 哲學教育還是蠻重要 對 但是我可能比較 不 比較反對這種 把它正常化 Normalization 因為德國或者美國 意大利 當然 任何一個地方 台灣也是有一點 就是你要把它正 如果你真的把它塞到一個 課程裡頭 你要把它正常化 你需要一個canon 就是一些經典 然後 需要一個共同的語言 然後就是 把它標準化 或什麼 所以 所以 我覺得 哲學當然 某一個意思 任何一個學生都需要這樣做 但是 它有一個代價 比如說 那哲學學 沒有一個canon 我們以前 為什麼現在還有人 煮波拉圖 你知道嗎 現在有一些哲學家 認為這個其實 應該完全把哲學當作科學 但是這個 有些哲學家又反對 所以 光在德國 這些不同的哲學系 都一定都 互相排斥 所以 你還要煮哲學 碩士 你不見得能夠 在Beerford 或在博物園 繼續念下去 因為他們剛好不承認 這些學分 所以學分 互相不承認 分析哲學派斥 歐陸哲學 歐陸哲學派斥 分析哲學派斥 就是學派 學學院化 所以學院化的這個哲學 有 有一些必備 這個 我大概有時候 都看到了 一些權 然後得過的哲學 刻板印象也是 沒錯 騙男性 就是男人 通常都是男教授 我們很少有女教授 女教授很少 這個 女教授很少 然後有些 現在比較好 但是上一代 這就像 嘎那媽那一代 九四八 大概七八年那一代 這個當然就是蠻權威的 這個哲學 所以說 大概也是 我還看到 現在就變得比較好 我們現在看得比較溫和 現在被美國化 被分析化了 所以現在大家比較溫和 但是上一代人 當然還是有 就是這個哲學 都在教育現場 都是蠻有趣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 他進入一個課程 然後哲學家 就是這樣的推廣 當然是好事 但是 他還是跟這個 他也反映 某個意義上 反映整個社會文化 所以就是 一個地方的文化 基本上跟這個哲學錄出席有幾乎關係 所以 比如說 意大利哲學比較浪漫 可能是意大利社會比較浪漫 因為在台灣很多人喜歡法國哲學 因為可能是法國人比較浪漫 他有一些 他反映某一些民主特徵 德國人通常比較嚴肅 所以德國人哲學 也比較嚴肅 所以他有這些 對 就是有各種的蠻有趣的現象 所以從一幻幻幻的角度來看 這個 所以還可以談很多 但是我差不多時間應該少 快到了 那才多講了 這個 這個 我在最後一兩句就是說 我就覺得這個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比如說 哲學文本 就是某一些書 為什麼會打動人 就是回答這個 那句話 用哲學學打動 開放的心靈 這個我就覺得 這個真的是很可貴的一些事情 然後尤其在台灣社會 這個哲學 就是說 我們可以 所以我們先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那 我們 非常自由 哲學音音學的自由 比如說像蘇布拉里那樣子 對 自由的交談 非常重要 所以 今天的這個 我們今天 活在二十一世紀書 這個很辛苦 我也很辛苦 因為我們這個哲學書這麼多 對 我們不會被限制住 被一個文化 或者被一個哲學論述 限制住 我們會非常開放的 到處尋找 對 到處來跟哲學論述 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 這是一個很可貴的事情 謝謝 謝謝 這個確實德國的哲學家 很多 那個論述 確實比較艱難一點 但是很有趣的是 在台灣我們 非得每個禮拜六的下午 都有一個六哲學的講座 我們常常挑 德國的哲學家來講的時候 來的人都非常的多 可能就是因為很堅塞 所以也非常需要 跟大家一起討論 對 這樣是 但是他也對於德國 就是這樣有興趣 那對其他的國家 其實比較也有興趣 那我覺得剛剛 馬仔細老師提醒了 一件事情 他說其實哲學的 跟在地的文化 跟當地的邁路 其實是非常有關係的 那我們也在思考 就是我們台灣 應該也要有 我們自己的 台灣的哲學 而不是就是 一味的取經西方 那因為最終 還是必須要解決 我們自己的問題 就像剛剛老師所說的 我們為什麼對哲學有興趣 其實是因為 有一堆快動 我們很想要去補足它 那哲學是一個方式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去 看看伯拜怎麼做 那像這個哲學到底要不要 進入教育當中 也是一樣 在台灣有些人要想要 積極的讓他進入這個 高中的課綱 五七三十五節裡面 但是也有一些人會認為 一旦進了課綱 然後大家又想到 每天要考試 然後考試下來變大考的科目 然後又毀了這樣子 到底在台灣要怎麼樣 來做大家都很需要的哲學呢 我們再來聽聽看法國今天的經驗 來 謝祥老師 謝謝 麻煩一下我的朋友 各位大家好 其實今天可以跟這麼多老朋友 一起跟大家聊哲學 其實我覺得就是因為哲學 幫我們匯聚在一起 其實認識了欣賓 也許馬凱夫 所以就是說這個其實 我覺得某一上 可以跟大家一個公眾的說話 其實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哲學 給我們開放的心靈 可以在這邊有任何不同意見討論 那 我今天準備一點頭影片 那 其實 是這樣講法 就是說 我自己其實不是一個 常在課堂裡面 文書的學生 所以我的哲學訓練都在街頭上的 因為我自己是做正式哲學的 那 我的 我的領域比較是關注在移工或是移民 或者是 比較身分的問題 那 我的 我的學生常常都叫我叫他哲老師 那 因為我常常 慣用就是他哲 我所在思考就是他哲 或是墨益哲 那 不曉得他們是因為聽不懂我說的話 把我當本是他哲 還是說因為我真的在研究他哲 那 總之我要講的是一個墨益的問題 那 我講的是說 在法國到底是在怎麼樣的環境裡面 以至於我其實 所有關懷是這件事 這是我在法國做的地方 他是在郊區 那 當時後06年的這個法國的郊區暴動 其實就在我家 過去沒幾站而已 所以 那天晚上就是 警車 消防車 救護車 兩三點都一直哭笑的過 那 我坐這地方 為什麼我要放這就是 我住在市現在大家看到這個 比較左手邊 下面這一個 那我的樓上是住一戶 東家的夫妻這樣 東公 黑人 然後他有三個小朋友 那隔壁 所以往裡面深一點那一戶 他是一對女同志 其中有一個人是葡萄牙人 一個是在南非出生的法國人 他們是女同志 那樓上是住他們的父母就是葡萄牙人 那在過去的下面那一棟是住一戶阿爾及利亞人 那他們一共有七個人 就是父母加上五個小孩 因為有時候我們戲稱 就是說在法國深院多鑽院多的 沒有輔助 那樓上是這個摩洛哥人 那所以就是說在這部裡面 我這麼小的院子 其實我看到所有人的時候 我其實是所有人的墨益者 可是我作為他們的鄰居 我其實也是他們的墨益者 就要比大家很常聽到就是說 我說我是台灣人 他說喔 太嫩這樣子 那聽錯了 那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怎麼認識我們自己的 其實就是因為 我們看到他者 看到墨益性 因此我們重新回過頭來認識我們自己 認識我們是在什麼樣的文化脈流上 變成現在這樣子 或是說假設沒有這些墨益者的他者出現 事實上沒有辦法認識我們自己 所以其實說 我在很關切我的移工 或者是身份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跟我住在這裡八年息息相關 包括就是說 樓上後面那個 我說摩洛哥那個 那個女孩子 一個小女孩 我去的時候她還小六 我畢業的時候她已經是那個 巴黎政治院的大二學生了 那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摩洛哥人通常就是 在所謂的移民裡面 要考上 就是西雄斯坡 要考上巴黎高粉色 這邊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說在裡面有非常多的各式各樣 在移民文化裡面 可是你看這一群人在這個面子裡 對於所謂的法國人來說 M8倍這種 你不曉得他到底是不是法國人 對於所謂法國人來說 我們這群人其實都是墨益者 都是移民 或是都是外來的人 所以就是說 我的第一個 我的第一個這個 為什麼我的哲學關懷一直在移工淫民或是身分 就是因為我其實在這裡一直有一個墨益 我在這裡其實是既做一個墨益存在 我又不斷的每天在面臨這些墨益 因為我一走出去 其實就是巴黎的郊區 當然我聽過巴黎教學的例子 這個是一個我上課的地方 也是我非常驕傲的地方 就是說 為什麼我是一直說我是一個做政治哲學 這個教師是我上課六年的教師 他其實就是一個反叛的實驗室 就是拉波 就是反叛的研究室這樣子 他就是我上課的地方 那我其實要見我老師 有時候常常是在街頭上課 或是有時候把那個人家說 我剛從拉美回來 就是我的哲學其實是在這個環境下 那這個教室很有趣 就是說其實上課的時候 就會一起學員衝進來說 今天幾點在哪裡要集合呢 比如在鎖幫廣場 或是哪裡要集合呢 請大家來去 因為要動員 所以老師通常就說你們來去 那所以有時候上課上了一拜 老師就會說那你們一起去 所以我們其實上課很多是 有些 就我是八大了 那八大因為當初是FUGO跟德勒茲 他們創的時候 就很希望是一個左派大學 所以就是說 我之所以對這一些政治活動 或者是 就是說這些關於權利的問題 就是人權或者是勞動權 就是一直在這個所謂的反漢實驗室 但是我教室 非常深的影響 這是我一直覺得蠻自豪的地方 就是我其實在這裡活了六年 那這是我的學校的走廊出來 就是那一間教室出來走一點 就是全校幾乎都是塗鴉 那這其實也就是讓我們面對中山去年有個塗鴉 為什麼我覺得這是一個台灣的進步 就是說塗鴉這件事情 其實在台灣好像覺得它是一個破壞校園 可是事實上這裡面有很多問題可以問 到底校園的權利關係是什麼 校園空間裡面的關係是什麼 校園之間我們怎麼判斷美感的事情 或者是校園裡面它該有什麼樣的一個生態 校園的環境是由誰來決定的等等 這其實都跟我在巴大就是 它其實永遠都是一點抗議的表演 因為它跟你說所有都是可能的 就是說它會有各種類似這樣的一個 很跟一般的常態的教育機制 教育體制不一樣的空間 所以我在這樣的空間裡 受到的哲學教育就會讓我覺得說 事實上有很多以往的我們既定的教育制度 或是比較維權性的制度 事實上都是可以挑戰的 那這是另外一個 譬如說你看它說 這個革命才剛要開始 你會發現就是說 八大的校園幾乎都是這種圖樣 就是叫你要去抗爭 然後叫你要當 這個是另外一個地方 那這個是學校被占領的 就是在台灣可能很難想像 學校被占領是怎麼回事 但是因為八大這種樣子 我常常就說你去發現學校被占領了 因為它就是說 校園被占領了 然後博樂爹就是中子的主貫 活子阻礙 因為在幹嘛 因為在罷課 就OK了 在罷課這樣 所以常常就是學生 跟去學校發現沒上課 那其實有時候是老師 會帶著學生一起去罷課 包括就是高教的經費的問題 包括就是說 這個各種的退休制度等等 所以通常就是 老師或學生 其實會一起參加一些 共同決定校園運作的會議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RJL 就是 應該就是做學生大會之類的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反應 總之就是說 這裡面會有各種不同的公會成員 或者是學生 學生裡面的學生代表 然後他們就是 共同決定了 要不要罷課 罷課的形式是怎麼樣 罷課的這幾天 我們該做些什麼活動 然後或者是什麼時候 要去參與什麼樣的議題 那 通常這裡面就是 學生老師都會在這裡面 所以 就是說 整個學生的 跟老師的關係 其實是非常密切的 他其實都是屬於 校園的成員的一份子 他不會有一個 上下位的學生 的那種權利關係 所以就是說 我發現整個校園的討論 各校的民主 或者是校園的空間裡面 誰才是 能夠決定的人 其實學生在這裡面 有很大的空間 包括 其實我剛才那個 A028那間 反叛實現室 裡面其實也常常是這樣 就是 老師跟學生其實是討論 要不要罷課問題 或是要不要什麼 決定的問題 這也是一樣 就是 八大 因為八大教授 上登利 就是 上登利大學 然後正在鬥爭中 就是你會發現 就是 所有八大 你上面還是一樣在寫 在罷克 等等 就是八大的一個傳統 是這樣子 就是 很多所謂的公民 公共議題 是會參與的 所以 我通常是在 這些參與的過程裡面 才意識到說 到底我們 有哪一些權益 或是應該關切哪些事情 這樣 好 那 這個是另外一個我想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 因為 八大或者十大 比較被稱為是 左派大學 那 在法國的狀況是這樣 假設你要申請居留證 你一定先要有學生證 那 反過來是說 如果你沒有居留證 你根本不肯去註冊 那 那 這個是 我之所以可以按這個 這這裡 這裡 它其實就跟你說 這個 學生證呢 就等於居留證 為什麼呢 因為它想要 合法化所有的 無證者 也就是說 對於八大來說 或是對於我所受的 教育的自主大學來說 他會認為 教育這件事情 不應該因為身份 因為階級 因為經濟的關係 而被剝奪 他求學的權利 所以即便他某個意義下 他可能是一個 所謂的非法居留 就是 無證者 那我們還是會認為就是說 事實上 如果他願意來這邊讀書 然後可以給他一個學生證的時候 他 就跟你說 學生證 他事實上就 會等於是一個 居留證這樣子 然後把所有的這些 無證者 要合法化這樣 所以他才會說 這個我們呢 要繼續的 團結在一起 反對這些恐怖的 這個行政的機制這樣 就是說 我覺得在 在整個我 讀書的過程 包括我在法國的 這一些參與的過程裡面 我就發現就是說 他們對於這一些他者 對於無證者 對我們認為那些非法者 其實他們的 腳步是不一樣 或是至少在我的求學過程裡 我所面對我的老師 我的同學們 他們 其實很多來自各個不同的地方 可能包括 包括以前的這個 巴勒斯坦的一些學生 或者是 正在戰亂中的 這個難書丹的學生 他們事實上 是沒有辦法拿到各種居留證 但是因為他們 可能來到 譬如說 頭顧啊 逃難啊 來到法國 他們只是在這裡可以讀書 所以 在那個時候 我的同學們 事實上就都會 希望是可以透過 讓他們有權證的方式 讓他們可以合法化 去居留在法國 那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 就是 贊成 這個 給這些無證者 給這些無證者 這個合法化這樣 所以說 呃 我的 我的整個在法國的經驗 會讓我知道就是 當我們面對一個他者的時候 你不會單本的從 所謂的法律的制度 疆界制度 他的種族的身份 或者是他到底是合法的 或是他是所謂的黑人 所謂恐怖的 所謂中東的 因為我剛才說過 就是 我的鄰居們 有阿爾及利亞人 有摩洛哥人 某個義上他們當然是 伊斯蘭人 所以是 就是 你面對他們的時候 其實你不會認為 他是一個 在我們印象中的恐怖者 但是 在 我們沒有實際接觸他們的時候 我們會去掛政府 可能是一個 帶有這個 潛藏性暴力的人 所以 就是說在那樣的一個環境下 我會發現就是 就是 面對這些人 我們也許不用 只是用單純的 以往 習慣性的 從種族 從宗教 從血云 從國籍 從他們來的地方 來看待這件事情 那所以最後 就是我在 研究的語域裡面 當然一部分是 德西達 那德西達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無條件浩克 那 我其實如果說 我對於移工 對於這些無證者 或是對於 所謂的 外配 外傭的第二代 外配 外配的第二代 這一些 在身份上他還是 但是 被我們視為他者 這些人 有一些 關懷的話 很大部分 來自於我真的 整個在巴黎的經驗 那最後一點點時間 就是說 德西達會說 無條件浩克 但是 他也說得很清楚 就是 無條件浩克 或是實在的 真正的無條件浩克 是危險的 那這個危險的意思就是說 你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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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許會遭遇到 某一些很實際上的傷害 可是 他告訴我們 我們還是必須要 秉持著 無條件浩克的這個理念 那為什麼 因為 我們唯有一直 秉持著 無條件浩克的這件事情 我們才真的 能夠擁有一個 開放的心理 在我們面對一個 墨益者 來臨的時候 我們不會先以各種 現在的判斷 去拒絕他們 或是不會以各種 現在的判斷 去歧視他們 或排斥他們 而是 當我們保持著 一個無條件浩克的 這樣的一個 理念的時候 我們才真的 能夠開始 用開放的心理 去面對各種 我們所遭遇的 他者或墨益性 那 其實 如果要符合今天 大家 就是說 其實事實上 在法國 有非常多 這些 像開放的課程 所以我 之所以沒有特別介紹這些 也許大家會知道 比如說 高中會考大家可能知道 比如說 這個 《咖啡披露》 《哲學星期五》 其實也是在法國出現的 或是《風速不聚合》 禮拜五 就是進軍整個廣播節目 類似像這樣子 星期五 有一個哲學的廣播 或者是大家 比較熟悉的 副科 他在這個法文系學院 晚上的講座 那這個其實都是一個 開放的 哲學的 空間 可以讓大家去停課 或是大家 比較熟悉的 其實大家創造一個 國際哲學學院 那他們其實有各種 各類這樣的資源 讓大家可以參與 公共的討論 但是就是說 我就以我比較熟悉的 這個我自己 在法國求學經驗 那怎麼樣影響到 到我後來思考 關懷 然後我自己的哲學的 這個理論 怎麼根據這一些 所學 OK 就大致先這樣吧 謝謝 謝謝施仙老師 其實剛聽施仙老師在講說 在這個法國的高度 大學校裡面 師生的關係是很平等的 然後大家可以共同討論 跟決定一些事情 那我覺得回首到我們 台灣的教育的 教學的環境裡面 可能我們還是很重視的 鋼場 是你要這個 他是老師 是我們要尊重 要尊敬的 那這樣 這樣子的一種關係 這樣的一個 心態存在的時候 好像就會很難打破 就是那個 鼻子間的 上對下的關係 然後來真正的 去討論一些問題 能夠真正的共同 去實踐一些事情 但是現在已經開始 有一些的改變了 那像在這個 台灣師範大學裡面 有黃漢岳老師 以及劉蒼龍老師 他們也有這個 就學學成 今年也是第一屆 開始招生 那我們就先來 要掌聲歡迎 這個韓岳老師 來跟我們談談 謝謝 謝謝 其實今天一直講 台灣師範大學的事情 我會直接 開始教育 所以事實上要有15分鐘 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 那我現在甚至於 我要講 跟台灣師範大學 有一點關係的部分 僅止於 我作為一個 英語系的一個老師 我大學在那邊 然後出生 後來教英語系 但是我慢慢 後來我發現我做的事情 跟英語系 已經沒有太大的關係 甚至我在英明系的研究所裡面開的課 也就是率性而言 我自己想讀什麼 我就教什麼 所以我會教復科與精神理學 我會教生命政治 我會教自己在上等部門 就被魔鬼附身那一個 那我今天會選擇這個題目 事實上跟我滿長一段時間 在跑一些高中的學校 或者是一些可能會有機會面對 市民大眾 特別是家長的時候 會滿常被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怎麼跟學生怎麼跟小孩子談哲學這個問題 雖然我不是青少年或者兒童心理學專家 但是我也勉強需要用我的一些個人的經驗 跟教學工作這個經驗 為基礎 跟他們做一些分享 那我經常會給他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訓練 就是說就從說故事開始吧 我個人會覺得說故事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重要到可以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哲學的一個議題 因為這個今天實際的關係 我們沒辦法仔細去談 所以說故事對一個人的生命經驗 簡單來講說其實一個人的生命經驗 就是從聽故事開始 我就先講到這邊 那接下來 好 這個片 當然今天延伸出來的問題 就是說 哲學跟文學的關係 或者哲學跟敘述 我們所講的敘述 做什麼故事指的就是說 它有一個情節 然後有背景 裡面有人物 有所謂的敘述觀點 就是說哪一個故事是由誰來說的 從什麼觀點 距離他所描述的那個事情 是比較近距或是遠距離之類的問題 所以延伸出來一個是一個 哲學跟文學的一個關係 那大致上也許會有一些刻板印象 會認為說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一般我們會認為說 哲學就是只是抽象的那些概念 然後文學的就是感性 還沒有什麼是非對錯的 我想用一個比較哲學的態度 來看待這個問題的話 我會覺得 什麼叫哲學一個很簡單的 以及跟世界上沒有直接關係 是要去挑戰 要去重新去思考 我們所思維 所當當的各種這種區分 這個區分就我今天這個主題來講 就是所謂的哲學跟文學區分 所以我如果說我這個題目 今天的這個15分鐘的談話 有什麼樣的一個主要的目的 其實也是想 帶大家去感受一下 所謂的哲學跟文學之間 可以有什麼樣的這種關係 各自可以為各自做什麼 打開什麼樣的這些可能性 大致上之初 會讓大家感受到 其實這兩者之間 絕對不是一個必然的一個對立一個關係 那事實上 有一本書叫傷心人類學 然後那位學者就說 如果人類學不能夠讓人家傷心 那就不是人類學 我會覺得我今天要做了一件事情 事實上 我要讓大家傷心 我讓大家留下幾滴哲學的眼淚 但是這個眼淚 不是北挑者的眼淚 也不是俄語的眼淚 因為我們了解 或者是了解到某些事情 不能夠了解 但是我們必須以一種態度去面對 它的時候的那種眼淚 所以很快 前面這些比較像是上課式 就是說 如果要處理哲學跟文學的關係的話 當然一個先 邏輯上一個問題 就是說要先了解一下哲學是什麼 那我想我要打破大家對於哲學 只是一套抽象的很難解的這種觀念 這樣的一個慣性的思考 引用了這段的話 我覺得非常好 說哲學不外乎就是思考激情正義悲劇死亡身份 當然也包括思考哲學本身 所以我今天會來談哲學跟去處 也是再加上一個 讓大家了解到說 哲學其實不應該只是高高在上的 抽象難解的東西 所以我剛剛講的哲學類 不是因為哲學太難讀而流眼淚的那個意思 當然也包括哲學應該還可以怎麼做 然後可以跟文學有產生什麼樣的一些 互動的一些關係 事實上我們從很多這種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光只是在哲學裡面 就可以找到一些文學的一些元素 那這個時間的關係我不多說 它可以例子太多了 比如說柏拉圖 他在講那個二元的那個世界的觀念時候 就是幻象跟真理之間這個二元對立的時候 他就引用了一個洞穴的這個預言 其實時間關係不多說 另外像班亞民的那個 Earling Chronicle 柏林通年 我個人受到這一本書 或者班亞民的那種作哲學的方式 非常深刻的這個影響 那大致上顧名思義就是一個 他回憶他在柏林的點點第一的這種生活 那裡面我覺得對我最大的一個啟發 就是說他把哲學帶到了一個非常日常的 非常看起來非常乍看之下 是瑣碎的一樣一個世界 換個角度來講 其實對班亞民來說 沒有什麼事情因為他太瑣碎了 不能成為一個哲學思考的一個背向 那他在這個書裡面展現了無比的這種想像 你甚至說一些明信片 或者包括有一天看到他一個老師的那個名字 連名字的拼字本身都可以引發出很多的一些聲音的一些聯想 或者他裡面有記載說像有一天發高燒 發高燒都有故事可以講 他發高燒的時候什麼都不能去 就對著牆壁 然後這兩隻手都伸出來 就有一個故事就出來了 然後就是照著影子 我想說大概都做過了一個事情 可以是兔子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裡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讓我們看到說其實回憶這件事情 是讓東西重新要活過來之外 也能夠有一些創新 那其實回到文學裡面來 文學裡面也有哲學 包括說有很多的一些哲學意味非常濃 他本身就是哲學家同時也是文學家 所以這個名字非常非常非常長 包括卡特·沙米爾 艾爾克爾 甚至說像Wolf 或者是James George Kafka 他們本身其實後來的著作也成為哲學家 回過頭去得到一些靈感啟發的 所以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並沒有一個很百分之百的 絕對的區格 說文學就是文學 哲學就是哲學 有一個絕對的一個對立的一個關係 好啦其實我非常快 因為我主要想要把我大部分的時間 都保留在說故事這件事情上面 那個傷心的那個故事 那我會選這個故事 除了因為它是美國文學的一個經典代表作之外 我回憶起來 我也覺得這是我人生當中 應該算是第一個 真的聽到裡面有一些什麼東西 給我一些啟發的一個文學的一個故事 那個非常久遠 30多年以前 快要40年 這是我在高中的時候 聽到的一個故事 那大致上 先講一下這個情節 我只是希望能夠帶出來一些 哲學的一些 詮釋的一些可能性 那這個故事大概就是說 就是敘述者 就是一個律師 這個律師 因為業務的擴張 需要聘一些人 那有一天就有一個人來應聘了 然後那個人就站著直直的 然後穿著還算是中規中矩的 然後但是非常的沉默寡言 Anyway 反正這個律師就還是聘他了 聘他來之後 就發現說這個人 什麼什麼事都 什麼話都不會說 然後就每天想一部機器那樣 操操操操操操操 有時候 寫了一些文件之後 老闆跟他說 巴德比來跟我叫對一下吧 巴德比就會說 I prefer not you 我寧可不要 有時候說 我們現在要寄個郵包 你幫我去跑個退好不好 他也回答這一句話 I prefer not you 你如果是老闆 你會怎麼面對這樣的一個 你叫他幹嘛 他都說不要的 這一個員工 讓他把他發揚 可是老闆覺得說 反正他至少他工作很努力 就還是讓他繼續留下來 總之呢 這個故事大致的發展傾向 就是說 老闆從一個外部的一個觀察者 如何慢慢慢慢走進 所謂的巴德比的 這個怪他的這個生命的世界 故事大概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轉折 就是說 老闆有一天要上教堂 結果忘記一個東西放在辦公室裡 想要回去 結果發現 門被反鎖 費盡千辛萬苦之後 才進去了 你們知道 你們覺得他發現什麼東西 有人住在裡面 巴德比原來都住在裡面 然後拉開抽屜 他有銀行啊 銀行存著裡面還不少錢啊 那為什麼三餐都還是吃薑餅 然後他開始想一想說 一個人 那個地點是在華爾街 就開始想說 華爾街在周末的時候 是一個如此荒涼的一個世界 那一個人 在死守著這樣一個空城 那是一種什麼樣的一個生命的一種經驗 就開始慢慢去想 巴德比的感受 有一天巴德比就跟老闆講說 我要辭職了 我不再寫了 他問他什麼原因 他也不說 那那個老闆 弄他沒轍了 就暫時就離開了 老闆有一次就是說 去就 就 要換地方 有一個小細節 沒有講清楚 要換那個辦公室 然後 就要搬走 但是巴德比不走 不走 他要勸他 甚至 弄自己情說 要不然巴德比你 你跟我回家好不好 他也不願意 沒辦法 老闆就走了 然後我為了這個事情 一直掛念在心裡面 就散散心 回來之後 新的房東跟他講說 你們家那個巴德比 請你把他搬走好不好 他一直都站在樓梯口都不走 怎麼辦 警察來 帶走 那帶到警察 就在監獄裡面去 因為巴德比 算是一個很溫馴的一個人 所以在監獄裡面 預防是讓他 有一點點小小的活動空間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個老闆去了幾次 最後一次去 巴德比 躺在一個 空地上面 然後腳翹起來 大家就死掉了 這個故事其實最精彩的是 最後面那一篇 模糊的報告 大家可以去想一個文學上的 一個解讀 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篇模糊的報告 是放在故事最後面 才講出來 這篇模糊的報告 大概是講說 這個老闆後來去追查 追查巴德比 說這個人 到底是從何而來 他為什麼會最後變成這樣子 但是那個報告也講的 非常的 模糊 沒有把所有的事情 都講得很清楚 因為你想想 如果一個故事把它講得太清楚的話 基本上 等於就是說 一切答案都在那邊 讀者 就比較不會參與 比較不會介入 比較不會去開啟他的想像 比較不會真的用心走進去 巴德比的那個 很怪的 難以理解的那個世界 故事情節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有很多的一些問題可以討論 包括說 時間關係 我大概只會放在 第二點跟第三點這裡 大家在看這個故事的時候 也可以想一想說那個空間 基本上在文學故事裡面 選擇什麼樣的空間 絕對對於我們那個故事的理解 絕對會有必然的這個關係 所以 大家如果有機會 跟小朋友 或者跟你的朋友 在看文學故事 要討論的時候 基本上也需要去注意一下 那個空間 怎麼擺設這個問題 那因為 這個故事的背景 就是設定在華爾街 Wall Street 那叫牆 它具有象徵力 就是封閉 一個人的生命 就是被牆所封閉起來 另外一方面 它也有一點是在批評 質疑 挑戰所謂的現代資本主義的 這種生活 如何讓一個人 異化的這樣的一個情境 那故事 剛剛講過 主要都是由 這個律師 所敘述的 他從一個很難理解 甚至說 他就是一個 隨意而安的一個人 他的工作只要順利 他也不會care太多事情 但是他慢慢慢慢 願意去理解一個 很怪的一個人 通常我們看到一個很怪的人 我們用一個日常的態度 就是說關我什麼事 或者甚至是說 就用一種 反 排斥他的這種態度 最好不要讓他走進我的生命世界 但是在這個故事 你們看到這個 敘述者 這個老闆 他慢慢慢慢願意去理解 所以這個其實跟剛剛事先講的 也是一個面對他者的一個倫理 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碰到一個跟我很不一樣 很難賦予他一個很清楚意義的 這樣的一個人事物的時候 我們是應該用什麼態度去面對他 一般人的敵的方式 大概就是說 我就不管他 或者說我就築起一道牆 讓他不要進入了生命世界 但是這個老闆 他慢慢慢慢去追查 巴托比的身世 所以所有的問題 都煩到在最後那天 模糊的報告 到底說了什麼 跟巴托比有關的這個身世 我其實看 有一點白目 就是說 我因為非常欣賞這個故事 最後的那一段 所以我還花了一點時間 大家會不會覺得 翻裡有點煽情 並沒有 好像要賺人熱淚的 實際上 那一個故事最後的結局 就是這樣子寫 這一篇模糊的報告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們帶著各位朋友 一起來看過一下 大致上就是說 巴托他後來追查出來 發現巴托比以前 是一個銀行的一個職員 然後他在銀行的一個 很特殊一個單位 叫做 死亡信件辦公室 死亡信件指的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那些沒有寫 有一定區號 或說記錯了 我幹嘛之類的 反正被退回來 退回來之後當然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幹嘛呢 集中銷毀 所以巴托比每天做的事 就是這些把信件寄不出去的 被退回來的集中銷毀 然後這個是這一個敘述者 從他的觀點去感受 他並沒有把真相完全講出來 只是說 站在一個好像一個旁觀者 同情者 引領著讀者去想像 一個人生活在像巴托比那樣 一個情境的時候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這裡面可以講出很多的一些 倫理上的一些意義 包括像同情 包括所謂的旁觀他人 這痛苦 也是一個所謂他者倫理的這樣一個問題 留了很多的一些空白的地方 就請各位讀者自己去填補 我們大概把他讀過一遍就好了 他說 死亡信件啊 那聽起來不就像是死人嗎 想想看一個人 謙信和不信的遭遇 造就了他悲慘的無助感 還有什麼職業比不停處理那些死亡信件 把他們丟進火堆 會更強化那無助感 巴托比每天在做那些事情 你想想他還快樂的起來嗎 他對人生還會有什麼樣的一些希望嗎 對 一車又一車的死亡信件被燒毀 有時候他就開始想像 那些死亡信件裡面可能會有什麼東西 注意到 這個不是他客觀的一個 驗證的一個事實 只是說他站在一個旁觀者 引你的讀者去想像說 那些死亡信件 我們大家都沒有看到 我們去想像一下 那裡面可能會有什麼 已經慢慢跨出自己的 以自我為中心 試圖想要去理解他者的生命世界 這樣的一個倫理的一個動作 那裡面可以有什麼東西呢 有時候那位蒼白的職員 從折起來的信紙 裡面拿出一個戒指 但是等著戴上那戒指的手指 遭遇在墳墓裡面腐化 也許古時候那個時候19世紀 交通也許還沒有這麼方便 如果我們現在的話 可能就一封LINE過去 欸我的戒指怎麼還沒有寄來 有人可能要等半年等不到 那個婚約的那個實現 結果就絕望而死了 大家可以想一想 絕望而死的那種感受是什麼 也許是一張銀行的通知 送來最快速的恩惠 就是有人跟銀行借錢 銀行的那個貸款一直沒有下來 後來貸款下來 但是那封信寄到的時候 那個等著貸款的那個人 等待救援的人 已不再進食或飢餓死掉了 那些沮喪而死的人等待了寬恕 給那些絕望死去的人的希望 就是說那些死亡信件裡面 可能是寬恕 也許可能就是一個希望 給那些受災難壓迫而死的人的好消息 這些信件都在執行生命的任務上 快速的走向死亡 就最後這一句話 一語勝過 就這樣一個感觸就夠了 不用把話講得太清楚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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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人性 我也不應該把這個故事講得太清楚 所以我想我的時間就到這裡 我就先講到這裡就好了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凡宇老師 謝謝老師喔 那嗯 我們詩琴老師到韓宇老師 其實我們真的都 並提醒了一件事情 跟我們不一樣的人 那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很害怕 會覺得說不要惹麻煩 然後跟他遠一點 但是真的如果我們有 能 願意去理解的話 會發現其實每一個人都在打一場 他自己的戰爭 我們不知道他背後所面臨的 遭遇的痛苦 就是可能是隱情的 可能是看不到的 可能是難以歧視的 但是 如果我們能夠願意去多了解一點的話 就會發現 其實我們的周遭遇 很多很多跟我們不一樣的人 他們做想要思考的 學學的問題 也跟我們是非常接近的 就是一個存在 你的生命的意義在哪裡 那我們最後就要交由 葉浩老師來壓軸了 來 葉浩老師 謝謝 謝謝進軍 那還高興今天 今天可以在這個地方 可以講一點 平常比較沒有機會 可以講的東西 那剛剛 我想講的東西 其實剛剛進軍的最後一句話 已經 依舊那個樣子了 就是 對我來講 哲學是一個 我回應自己生命的 一個話的話 不管用 要不要用理論化的方式 但是呢 我就 上來就覺得 我們每一個人都在打自己的一場 戰爭沒有錯 那 就是誇張一點的講法 但是呢 其實也 大概也是 跟事情是差不多的 那 我 接觸到哲學的時候 也就差不多是我在 打一場戰爭的時候 的開始 那 我 我大約是九歲的時候 開始 接觸到我哲學這個東西 那 九歲的時候 非常的 信 還是不信呢 就是 那個時候 有個人 我爸爸的朋友 那 一個很 年紀漂亮的阿姨 我還記得他的籠貌 然後呢 他送了我一套世界為人傳記 總共有 戰70 總共有30冊 然後呢 我花了一個寒假的時間 去讀 然後讀了好多好多的什麼 就世界為人傳記買了一大堆的 然後呢 我陷入一個非常 誇張荒謬的一個困擾 我就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 我當天 我看完達爾文傳記的時候 晚上跑去跟我的媽媽講說 我在想我要不要當生物學家 去愛丁堡大學讀生物 像達爾文一樣 然後呢 之後我就跟他講說 諾貝爾獎 有好幾種說 生物還可以得諾貝爾獎 那還有機會 之類的 然後呢 可能過幾天之後 那 你每看一個偉大的 偉兒 你就會覺得說 我想學人家這個樣子 然後呢 我 我對生命 我到底想當什麼人 是從看了一大堆的人 的生命故事開始 所以這其實也是回應了 剛剛韓瑞明講 故事其實對我來講 其實非常重要 不一樣的人的生命的方法 然後呢 我後來 看到最後的時候 我才發現 因為讀到死懷者的時候 我就釋懷了 就說 啊 原來有一個東西叫 哲學家 他可以什麼都幹 就是 他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對生命的各種的 看討 然後呢 他也不一定要限制 在哪樣子的一個 特別的專業領域底下 然後我就開始 跑去找一些 哲學書 然後我 國二的時候 開始 我國二的時候 第一次讀到了 蘇格拉里 神探 然後就開始 很正正在思考 蘇格拉里能說 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想 我們剛剛 我們談了好幾回呢 如果要扣緊 今天的一個題目的話 我們如果說要做 我要很 假裝乖巧的 就是要來解題 就是我們談的是封閉 跟開放的一個問題 那 這一個問題 我們應該可以把它轉化為一個 如果用我頂型的那個 英式的那個 分析哲學的做法 我們作為問題 我們在談一個封閉社會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 或者開放的社會 開放心靈 我們還要問 我們現在是否開放以及 我們現在是否封閉 或者什麼東西封閉了我們 什麼把它關起來 以及我們要怎麼去打開它 這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題目 對我來講 所以我 國二的時候 蘇格拉里 我留下了一個很大的意象 哲學 危險 不但是哲學家可能 哲學思考本身的危險 那 他可能會喪命 但是呢 哲學其實也就是在挑戰權威 然後 我那一陣子 每一次 在問問題的時候 都被打擾 都被人家覺得說 這是 這個孩子怎麼老是 問這些無聊的問題 那 我也確定哲學的問題是 根本性的問題 而且真的是小孩子的問題 一直到現在 我都覺得 我每一個人身上都住的一個小朋友 如果你在問哲學問題的時候 其實你那一個內心的小朋友就會浮現 因為你問的是什麼呢 很根本的問題 比如說 上帝存不存在啦 什麼東西存不存在啦 為什麼 那我會為死啦 我去死 或去哪裡等等的 那我很小的時候 我就喜歡 問這類的問題 特別是 我在 我在 我四五歲的時候 我就開始那個 被 比如說 我被 奶奶帶去教會 然後被我媽媽拖帶去廟裡面 然後呢 我 媽媽會帶我去那個什麼 收金啦 然後師父啦 之類的 然後還要告訴我說 不要告訴你奶奶喔 千萬不要告訴你奶奶 所以我四五歲的時候 就知道什麼一個那個 那個 那個化文化性的那個稱呼 然後以及說 到底可不可以說謊 然後 然後還知道 我第一次說謊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個上帝已經不愛我了 然後我就被遺棄了小孩 然後開始陷入那種各種失眠啊 什麼等等 五歲開始就經歷這些失眠 然後 所以 所以我在讀蘇格拉底的時候 我後來我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 他問的是根本的問題 他可以挑戰權威 可是挑戰權威 就是因為他問了很根本的問題 他要我們逼迫 我們去重新開啟 社會上 我們已經 彎起來的答案 所以哲學對我來講就是 你硬是要把那個蓋子打開 可是我們也知道 你把蓋子打開的時候 你可能會產生很多很多的問題 這也是 就像潘朵拉的盒子有時候也是很可怕的 那 那 那 我二的時候就因為開始 讀了這些東西 然後 跟我們剛剛所講的一樣 就是 哲學它就是一個反思的東西 我開始 有興趣哲學 然後開始要去思考 然後 蘇格拉底的故事告訴我們很清楚的是 哲學它大概有包括三種事情 一個呢 是個人的內在對話 不斷的就是跟我自己對話 可是它還有跟別人的實際對話 然後是在廣場上拉著人 就是 剛剛 剛剛 馬凱特老師講的 跟非常非常繁人的問題 正義是什麼 你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之類的 那麼根本性的問題 那 這 就是 蘇格拉底的案子 那一個案子 然後彰顯出來的就是 哲學包括內在對話 與別人對話 而且它就是在反思整個社會整體的 包括歷史 有時間享受的歷史 也包括我們現存的整個制度 它背後的這些的 就是基本的價值觀 想法等等 所以 哲學 那個時候就開始非常的吸引我 然後就覺得 喔 原來有這種東西 它可以問這麼多的問題 然後 之後故事你就知道 不從國二開始日子怎麼不好過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好過 因為 每一次老師 每一次老師問我們說 有什麼問題 我永遠都在問一些奇怪的問題 啊 諸如此類的 比如說 我那時候 問完了之後 被打幾巴掌 通常都是這一類的啊 比如說 我常跟朋友講過的那個 那個 第一老師 我以前很乖 上地理課的時候 我還幫老師畫成了 中國大陸的地圖 那畫完了之後 老師開始上課 結果到最後問說 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成國二的時候 就發問說 那個 聽說現在的那個 中國大陸的地名 跟現在我們教的都不太一樣 鐵路有點消失了 然後我問他說 請問你在教地理還教歷史 就太可憐了 然後就被打了 然後 我就要一天出來 我從國二開始 沒有一天有好日子庫 我桌子一直被 被丟到外面去 被 就是放在 那晚自行的時候 我就是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不能夠進教室 然後就此類的 開始 問各種各種的問題 那 那我就很喜歡 那個時候就是 會問這一類的 我才知道說 原來物理學 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物理學 叫 形上學 然後我以前 很小的時候 就是 我 國小五年級的時候呢 是被 被逼著去上 奧林匹科 數學競賽 什麼這些人 然後那個時候我也問了很精彩的問題 就是 老師問我們有沒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然後問他說 數字存在哪裡 我非常有興趣想知道 數學怎麼來的 數字存在哪裡 然後他就覺得說 這 這跟考試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也可以為什麼老師問這些的 然後呢 等我開始念了一點哲學的東西 我才知道 一代哲學家在問這些問題 原來我們是神經病 原來我們是有問題的人 在學校裡面會被擋住問題的學生 可是 我後來我發現有一個事件 好奇妙 全部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人 他們都不在問一些奇怪的問題 然後我就開始有興趣 那些東西從國二 然後開始有興趣 然後之後也就開始 四四五歲的時候 開始讀尼采 十六七歲的時候 就是 讀尼采 讀到尼采上升 然後呢 那時候就開始一連串 然後開始反各種的問題了 就是 反學校教育 反教育 我後來我就是這樣離開了教育 然後呢 剛好又青春起叛逆的時候 我爸又是軍人 職業軍人 所以 我在生長的家庭長大 然後呢 我又開始問題了 那種奇怪怪的問題 然後之後就問到了整個社會的問題 那 我基本上是拿 拿我的生命去問問題 然後那個 生命回應你的方式非常非常的慘 真的是非常非常殘酷 可是我還是喜歡那個問題 然後 我很幸運的 那就是 我四五歲的時候 後來我進了文藻 然後 可是我高中其實讀了四次 高一個讀了四次 在台灣 都沒有讀完 然後 但是我 我第二次讀高中的時候 然後在文藻 然後呢 因為那個是 男生在文藻念書那個年代 是行政院的保障名額 所以 所以 我們可以出國 再不用 就是 不用先服完兵役的狀況底下 我們可以先出國去 交換學生之類的 所以我就也很幸運地去他們英國 然後呢 就是在那邊學到了好多好多奇怪的事情 比如說 我的住宿家庭的小孩子 等於是我們的國小三十年級的學生 我第一次聽到一個讓我嚇一跳的發言 他竟然跟著 跟著哥哥在吵架吵 就說 那是你的意見不是事實 國小三年級 那個小孩子 我說 哇 然後就開始在真思考說 意見跟事實不一樣 然後後來發現 對啊 其實整個蘇格拉底在爭吵的 那個年代爭吵的 意見跟事實是不一樣的 然後 在那一次 就是在技術家裡面學會 因染跟食染是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小孩子 國小的學生跟我們討論 跟我們吵架的日常是國語 然後 我就覺得 好想命有他們那樣子一個世界 然後都可以問這一類的問題 然後後來我就 回到台灣 你就知道我再不下去了 然後在學校又開始問一些奇怪怪的問題 那 這一類過程後來 也導致讓我去了 到處在台灣沒有念完高中 然後去高中念完 然後再念大學 然後呢 也 也因為這樣子 然後我就 去了英國念高中的時候 對我最大的印象 我也常講的是 我原本我在台灣的熟練高中 國中的時候 我成績最不好的就是社會科 因為我老是不會背歷史 然後不會背地理 但是呢去那裡 那裡我才知道 我高中 高中歷史的第一堂課 教你 歷史方法論 historicography 就是我第一次學到這一個詞 高中的時候 在英國教你 歷史為誰書寫 誰書寫 有什麼目的 上課的方式 我們上一次世界大戰 然後上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我們都是分組 扮演不同國家 討論 境 然後辯論 所以我當初就是 二戰的時候 我那一組是扮演德軍 然後德國怎麼面對英國 然後你們會吵醒 然後我就知道 原來他有另外一個上課的方式 另外一個學法 跟台灣整套的教學方式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對我其實也衝擊很大 因為我很喜歡 是這樣的東西 但是呢 我後來我就 上大學的時候 那我就進了文學系 跟哲學系就讀 然後呢 但是我很快我就在英國 大一的時候馬上就發現 原來我歐陸哲學 跟英美哲學的分野 然後又讓我非常非常不適應 比如說呢 就是說我一進去的時候 然後倫理學在教什麼 教那個時候還在流行 那個所謂的就是 世界上沒有客觀的 倫理道德的真理 一切都是你的那個 情緒的展現啊 等等之類的 然後呢 而且語言哲學那個時候 語言哲學 應用到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 就說什麼 生理的意義 根本就是一個虛假的問題 它根本不會有答案 因為呢 意義這種東西呢 要相對於實際上存在的 有某一個東西 它比較像冰箱裡的蘋果 你問說冰箱裡的蘋果 在哪裡你可以找得到 那生命的意義 不是這種問題 那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問題 然後呢 我就開始發愁了 我說我大一的時候 在蘋果學這種奴隸學 然後在蘋果學這種 分析哲學 然後我就 我花了老半天 然後花掉了家裡的錢 然後我去了那天 然後他告訴我說 生命的意義這種問題 是白問的 然後我也很困擾 所以我幾乎 我接下來的時間就是 我盡一切可能 就是在英明系 在神學院 法學院去修一些 跟歐陸哲學相關的 我就盡量去修 然後呢 然後那個 我一直覺得 雖然是在那一個訓練 雖然是在那一個訓練 但是呢 我就覺得 為什麼老是不問一些 跟人生之間 比較相關的問題 但是呢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在兩個不同的傳統長 出去讀哲學 然後我在英國讀哲學的時候 又繼續扮演一種 反派的角色 在那邊偷讀歐陸哲學 所以那個內心 又可以有一種 反正繼續當壞學生的那種感覺 我就覺得特別舒服 然後呢 然後反正 但是 但是也就發現了 其實 我最不滿意的 那個英美哲學 就是 他們 太在意分析 以及 有時候是為了分析而分析 所以 概念變成最重要的問題 有時候 我們就忘了 生命的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 不滿意的就是 哲學不應該 就是 哲學應該是要 反思你整個生命 實際的那些人類的經驗 然後 而不是只是在概念的解脫上 或尋找那個 什麼是最好的界地等等 然後反正 在那邊 取個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後來好了很多 但是呢 等我回到台灣的時候 我又發現了 原本以為說 我離開了台灣十二年的時間 然後回來了 我想說 教育應該有很大很大改變 然後不是教改了嗎 什麼都有了嗎 對不對 後來就發現 啊 不對耶 等我回來了 說 不要說教改什麼 什麼這些東西 連大選都封閉了 大選變得封閉到 完全不可思議 然後那種 要求你請不夠寫 寫什麼 哀的文章 然後又升等制度 原本 原本你以為說 你在大選裡面教書 應該是非常自由的 可以天馬行空的 想一大堆的問題 然後做一些 你最想做的研究 然後一切都是假的 在大選裡面 他逼迫你只能夠寫 什麼樣子的東西 然後有什麼樣子的形式 非常非常固定 所以我開始陷入了 就是 在學校裡面的困難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就 我就開始 又發現了一件事情 這個時候 理睬回來了 比賽 他在講上帝一次死的時候 他有特別講到 上帝死了 但是可能人們還會在 他的陰影底下 搞不好還會再活個幾千年 那我就發現了 我很關鍵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已經進入民主時代了 但威權的依序 還籠罩在我們整個的社會當中 所以我 我有很大的一個興趣 過去十年來我做的事情 我有興趣的事情 就是這一個 威權的移序 怎麼樣的程度上繼續在 籠罩著我們 那其實這就是一個 民主應該是一個開放的社會 但是我們有個東西還在拉著我們 無法去擁抱那一個開放的社會 那 回頭過來 這個時候 英國的分析哲學訓練就會相對的有用了 比如說 你就會去分析 那 威權的移序到底是什麼 比如說 威權的移序的時候 通常都是某一種 告訴你有標準答案 然後 讓我們學會 就是說 相信一種 標準答案就是正確的 然後 只有一個問題 然後只有一個答案 然後 甚至要相信權威 相信專業 然後 再來就是 標管政治 那些沒有答案的 其實都是 浪費時間 多餘的 你不像我們 剛剛也有講到說 火辣堂堂對話 永遠一直講話下去 然後 講不出答案 因為它沒有終點 那 可是威權移序剛剛好就是 它是要把所有的這些東西都關起來的 所以我學會的一件事情 或 或我理解的一件事情是 哲學就是跟整個威權移序其實相對的 所謂的威權主義 基本上它反的就是哲學 它不讓你 它不讓你把 那個鍋子打開 然後 它不讓你重新問問題 所以 它就是一個 威權 然後要跟我們相信權威的這一件事情 所以呢 如果說 我今天在談說 開放的心靈 那其實 我的重點就在於說 那 什麼叫封閉的心靈 什麼叫封閉的社會 什麼東西 把 原本這個世界 本來就是一個多元多樣的 多姿多彩 有各種不同的價值 人生有那麼多可追求的 不管是什麼方式 或者職業 想像 等等 那麼多元的東西 什麼東西拿來蓋起來 什麼讓我們相信說 只有一個答案 那告訴你說 台灣人只有一條路 你說經濟發展只有一條路 你說經濟發展只有一條路 然後台灣不管你是統一或獨立 然後你就是有一個 單一的一條路 然後都沒有另外一個可能性 然後也缺乏對話 然後很多人都在 就是告訴你說 就是只有我知道答案是什麼 然後甚至呢 就是因為我知道答案是什麼 我不願意跟你講話 或者你講的跟我不一樣的話 反正你講的都是廢話 然後 諸如此類的 所以 我就一直有興趣的就是 這類的題目 什麼東西讓我們沒辦法開放 不管我們個人而言 對生命的開放 或者讓我們集體而言 無法對很多的可能性有開放 那 就是 什麼東西 把這些都 把整一個 我們原本可以發佈 可以談很多事情的 蓋起來 那我覺得 哲學大概對我來講 就重要就是 你可以不斷的重新 重新去 打開來 然後重複問題 因為呢 對我來講 剛剛 剛剛 劉老師也有講到 就是 哲學是有關於一個永恆的問題 那永恆的問題 其實我們 對永恆的問題的 答案 其實 有好多種 那 永恆的問題 最害怕的就是 我們以為 有一個簡單的永恆答案 然後 如果我們認為說 那個答案有了之後 我們就停止思考 停止思考 就沒有在 沒有在做哲學 因為 哲學是 你不斷的思考 思考就是那個 像鍋蓋 你不斷打開 然後你打開了之後 然後你想好了把它蓋起來 你過兩天 我就覺得不太對了 我再打開看看 對不對 然後 要先來先去 其實思考就是這樣 不斷的打開又關上的這個過程 可是 對我來講 關於很多永恆的這些問題 就是不斷的在那邊看太多關了 那 這對我來講 它很有意義 它很重要 因為呢 至少有兩個部分 如果對記憶的生活而言的話 我們可以不斷的重複問題 那因為我們的 對未來的可能性還有很多 而我們開始問這些問題 那代表的是 我們的可能性 我們的未來 不是已經被寫好了嗎 所以我們 我們可以有 有這一個 重新不斷問的那個問題 的可能 但是對於個人來講呢 哲學沒有答案 那我後來我也覺得那很恐怖 因為哲學沒有答案的話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知道說 社會上有諸多不同的價值 或者是生活方式 或可能性選項的存在 而其實一個開放的社會 留給我們的這一些的空白 或者選項的空間 或者留白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我們自己去打造 我們自己的生活 打造我們是誰 我是誰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在 在透過你人生的戰場裡面 不斷的在選擇那種價值 來塑造你是誰 所以我們能夠開始講說 我是誰 跟別人的不一樣 那是因為我們在 實際的生活裡面 我們有很多的選擇 然後這些選擇 慢慢構成的就是 我們自己是誰的這個問題 所以 這一個沒有答案 對我來講 反而是 讓我們每一個人 可以成為跟別人不一樣 或者選擇了一些 我們自己的人生的可能 或者是 在不同的選項當中 建立起我是誰的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那所以 對我來說 哲學沒有答案 它反而是一些好事 如果有了答案的話 那我們反而就是 會變成我們所有的人都一樣 我們沒辦法談那個是 我個別的每一個人的特性 所以 結尾過去幾年 幾年的時間 在做這些摺補的推動 那我想 順著這樣子 我要講過 過去幾年來做摺補推動的時候 我 擔憂的東西是什麼 我擔憂的東西是 哲學推動到普及 或者哲學普及化 推動到一般大眾的時候 我擔憂的是 人們會認為 哲學是淺的東西 比如說 你覺得說就是這樣的答案 所以 哲學家已經講了 哪個答案呢 一來我們會過度簡化 哲學家複雜的 生命歷程跟思索 然後我們常常會覺得 那答案已經有了 如果我們帶著這樣的心態 來接觸哲學 它其實也是一個危險 所以 我比較 雖然一邊很高興 哲學在過去幾年來 有蓬勃的發展 但是呢 我會擔心的是 淺別化 當然我們淺別化 在任何一個領域都有 可是呢 如果哲學淺別化 那也太可惜了 所以 哲學應該能夠做的是 讓大家 能夠 我們當作一個橋樑 讓大家 走過去或踏過去 其實是更深的 那些哲學家 我希望 看到的是這些 然後 要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 大家都要先準備好 就是 願意 聽人家 到底在說什麼 那對我來講 它很重要 所以 我也跟 金君老師一樣 就是 我們在推動哲學的時候 我是反對 他進入 世事的 教育體制 因為我覺得 會非常危險 因為如果 我們到最後 哲學變成說 蘇格拉里說什麼 蘇格拉里說什麼 連連看 甚至呢 甚至呢 叫什麼 蘇格拉里的生日 以及出生的地方 那我去死了 所以 我不希望哲學會變成 是一樣的 可是 反回來 也就是 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 我希望 哲學 哲學普及的推動 不是說 引導我們大家 去認識哲學家 在思考什麼 每一個哲學家的著作 都在回應他自己的時代 和具體的生命的議題 所以 那只是讓我們去理解 每一個偉大思想家 如何在回應他自己 這關切的問題 以及時代的問題 那我們理解完了之後 是為了要回答 我們自己的時代的問題 所以 哲學普及 或者哲學推幻 目的不是 只是為了理解 哲學家想什麼 而要回到 我們只是透過 某種假想 跟哲學家對話 還是為了要回來 回應我們自己的 時代的問題 因為 因為 我們 是這樣子 就是一定要認真的 真切 去面對我們自己的 時代的問題 然後提出我們的 解決方案的時候 那才是哲學 有意義和它 很重要的地方 那我想 就是 在這裡做一個結尾 就是 希望我們在 就是 這裏推動的時候 雖然我們 可能會在很多節目 我們會談很多 不同的思想家 但其實呢 思想家 它都只是一個 讓我們來 觀照 然後 回頭過來思考 自己的問題 一個重要的工具 或者是 作為我們 以後的永遠的 一個對話對象 而已 但那個真的 不是問題的終點 要不然的話 我想 如果 我們讀了蘇格拉底 然後 覺得說 它的答案就是答 什麼什麼 等等這些的話 蘇格拉底應該會在 文部裡面非常非常難過 好 那我想 大家就是這樣 好 一兩句話 可以 哲學就是大家繼續 聊天講話吵架 謝謝 現在大家知道 葉華老師有什麼 放最後一位了 如果放第一位 大家都不用講了 但是葉華老師 真的有很多的 我想大家會想要再 跟他聊 但不用但是他剛起床 所以現在 可以貓盛 那每一下 我們這邊還有哲學 趴一直到 午夜十二點多 所以大家都歡迎 再去找他聊 那一些 我覺得 葉華老師剛剛講到 一個標準答案的問題 我們在學校裡面教書 我們就很清楚的知道 其實學生都會想要 有標準答案 然後會覺得比較安心 那個比較輕鬆省力 但是 葉華老師剛剛一直在提說 那個標準的答案 它到底是 有的案 或是沒有答案 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我會覺得 可能可以把答案 想成是一個線性 無限延長的 一直一個尋找的過程 就比較不會覺得 那麼不安 就是我要找到那個點 那個正確的 到底在哪裡 這樣的感覺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心得 也不一定 也好老師 好 那我們現在還有 十分鐘的時間 可以進行QA 所以我想 我們是不是先搜集三個 然後你可以指明哪一位老師回答 或者是 你希望每一位老師都回答 那我們就先搜集三個 讓老師們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這樣子 好 要把握機會就順住 一、二、三 好來 六、六、三、四 不好意思 就是關於那個 哲學教育部分 那我是想要問一下說 如果說今天 哲學教育是以一個 引導師的方式來進行 又或者是我們 甚至是在考試當中 我們就要促使學生 要想辦法有自己的思想 那這樣的話有沒有 這樣的話有沒有辦法避免掉 剛剛貼教授 或者是那位 德國教授所說的 就是所謂的 哲學思想灌輸的問題 那如果說我們因為說 它有可能造成這種 哲學思想 給它一個標準答案的這種 可能的風險 那我們就沒有給學生 一些基本的哲學教育 大家的話會不會變得有點 陰噎廢食的感覺 我的問題是這樣的 我現在比較長的時間 是待在大陸的上海 那就像剛剛黃老師還有葉老師提到 故事的重要性 然後葉老師提到了 有很多東西其實 哲學問題是小孩子會有的問題 所以我在上海 我住的社區 我嘗試做了一件事 就是我在那個地方 免費的幫3到5歲的小朋友 講故事 同時也讓他們說故事給我 但我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可能我個人能力有些沒關係 所以我有點卡住 就是我不知道 我到底還能多做些什麼樣的嘗試 我現在做的嘗試是準備繪本 那我盡量不要按照那個繪本的內容 直接讀給他們聽 我用的方式是先問他們 你看到了什麼 你覺得這個 就有點像我們哲學提問的基本的模式 看到了什麼 你覺得為什麼是這樣 那你覺得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等等的這種引導師的方式 這是我目前嘗試的 但我還想知道 各位老師有沒有什麼更多的建議 如果我要用這種方式去打開小孩子思考 然後通過說故事的方式去讓他們 進到哲學的事業裡面的話 還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去參考 謝謝 因為我是一位資學生家長 那我的問題剛好是跨在他們兩個的中間 我的小孩是國小的學生 那因為他們現在接觸網路的時間增加 所以其實他們會問的問題 可能跟我們小時候會問的問題不太一樣 他不太會問說我死後會去哪裡 或是說上帝存不存在這種問題 所以我們在從小的時候 因為他們常接觸網路 所以我們希望帶他們做思辨的一個教育活動 所以就開始了哲學教育 可是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發現西方的哲學教育 會比東方的哲學教育 資訊上來得多 所以我們就從西方教育開始 帶他們接觸哲學 可是我發現他們的連結性比較少 然後接著我們就用東方哲學也帶了 可是最後我們還是會討 就是在對話上面 就是因為小朋友比較缺乏知識論背景的支撐 所以在對話上就會變得很貧乏 於是我們就剛剛那個劉教授講的 我們就用可能就是用故事 或是像黃教授講的就是用故事性來帶路 然後我們也有講到電車的問題 可是呢 小朋友很聰明的就是 他會回你一句說 這個很有名的哲學故事 他會回你說 誰會在緊急的時候 還去思考一個人 撞一個人還是撞五個人 就是他們給你的回饋 就會讓你覺得 你必須回去再去準備更多的東西 才能夠應付他們 所以我想要問的是說 當我們在帶小孩子哲學教育的時候 我不曉得各位在場的教授 你們有沒有小朋友 家裡有沒有自己的孩子 你們在帶孩子的時候 你們要怎麼帶路他們進入哲學的世界 去面對這個所謂後真實時代的社會 去讓他們面對在網路世界裡面的真或假 怎麼去分辨 這是我的問題 好 那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真的就可能再三個問題了 那我們是不是請 老師們可以自由的 其實要回答哪一部分 因為剛剛其實大家也沒有特別要註定 可以把他推給我 什麼東西呢 有嗎 謝謝 謝謝 我覺得這得分成很多不同層次 就是說你是在什麼場合 什麼情境之下 然後那一個 所謂的目標到底在哪裡 我想今天沒有辦法講那麼細 就是說 教室 大概剛剛也談說 你這樣進入教室之後 就開始有所謂的課程 鋼藥啊 目標這些東西 基本上 也就是說他必須要關照 可能是那個技術程式上的 甚至包括細道說分組討論請提鋼那些的 基本上我覺得 對於我來講 所以透過故事來做哲學教育 我就個人不會傾向往太技術程式上的思考 我基本上 那 第二位的這個朋友也問到說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些方法 或者是說 那個小孩子如果那樣子回答的時候 如何去用 我認為這些比較 真的都是屬於技術程式上的問題 我個人會認為說 透過故事來做所有哲學家 我覺得那種心理上的那種感受 我認為會比那些知識技術意義的那個層次的目的 要來重要太多了 我基本上對我來講 這個聽起來有點浪漫 我講白一點就是說 要召喚起小孩子心裡面的那種比較純真 然後不要太事故 對很多事情基本上都保持興趣 保持熱情 知道什麼叫同情 什麼叫憐憫之類的 如果硬要我給他一個名稱 我會認為這個是屬於哲學教育裡面的 所謂的情感教育這個部分 那這個東西當然 文學作品是裡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我覺得至少就是說 在跟他講故事的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 在跟他有情感互動的一個過程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這樣一個過程當中 盡可能避免不要太調理化 太過強調所謂的知識的一個清楚的一個答案 目標之類的會比較好 我們當然都相信人裡面有一個比較純真 需要透過你幫他做某些安排 能夠讓一些純真的一些特質 就是說 所以這個故事怎麼選擇 也許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一個 一個技術層次上的一個問題 那我覺得實際上現在有沒有類似的參考書呢 有 我非常推薦大家去看一本書叫做情感教育 那本書大概就整理了過去歐陸200年左右的 歐陸各國是如何透過文學故事 在跟小孩子所謂的傳達一種情感 我覺得這樣耳耳目然之中 我覺得對我來講 我覺得一個人要先能夠有感受力 他又他有辦法去理解 然後理解 為了我們剛剛講的兩個一個重點 就是為了理解這個他者 我覺得那一些東西 遠比直接或者是朝著所謂的 建立一個哲學思考的方法 這個部分要來的重要 歐陸事實上 所謂的哲學思考的技術啦 知識那些東西 其實是比較屬於 真的進入到體制裡面的哲學系的 他才有必要 否則我們如果只是站在一個公民 或者說一個家庭的情境裡面 事實上我們可以不用那麼care 那一些技術層次方法論的一些東西 情感而先 之後才有可能有意義的了解 這個待會我就簡單回答 謝謝 謝謝賴玉老師 賴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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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的 如果你不進入知識體制裡面的話 會 例如說 我想到什麼差距啊 有的人 可能就沒有機會可以接受到這樣的教育 好 其實 我做一個很簡單的把三個問題 串起來的問題 就是 剛 但是我想 比較技術性的部分 就是從那個講故事 其實 聽故事跟講故事的時候 呃 對我來講 呃 它最重要的是 它關係到比如說 想像力 然後 同理心 和建立 任何的故事裡面的 呃 哪一個不管哪一隻動物它的感受 什麼等等 我們在講這些的時候 我們就 我們就是在培養那一個 社會上很缺乏的那個同理心 或跟 有參與的人 所以 那個是在 鍛鍊一個 同理心 然後想像力 因為跟現實世界的 故事很多都不一樣 所以 我覺得那個 想像力大概是 以後所有的學科都會需要用到的 然後 同理心是在社會上 非常需要的 然後呢 呃 在 讓小孩子 講故事 或者是聽故事的時候 也是在訓練一種 因果關係的建立 時序的建立 跟邏輯的建立 的一個方法 讓它重講 其實它要講出那個時序 或讓它變成一個邏輯的故事 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基本上 也是一個 很好的訓練 但是 還有第四 呃 第四個是 呃 我覺得一個建議是 呃 比如說我小時候 我也喜歡看三百季故事書 啊什麼等等 然後一所預言 可是呢 有的故事書 它最後面會說 那個 所以這個故事的意義 告訴我們什麼 什麼等等 那我覺得如果對待小孩子的時候 不要把故事的意義講出來 你可以 講了這個故事的時候 讓 就留百 讓那個 小朋友 去講說 所以你覺得這個故事 它是 為了是 在講什麼 那我覺得就是 呃 這個的話都是從技術層面來講 我覺得 講故事 這個其實是 非常好的一個思考 思考的訓練 那從這裡也會介紹 第一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 呃 其實 呃 引導是 或者是 或者是 呃 對我來說呢 哲學它 我們常常講說 它沒有標準答案 沒有標準答案不代表沒有答案 會不會有好的答案 有 合理的 合物邏輯的 連貫的 就像一個故事 故事它要怎麼去講出了前 因為後果它有一個意義 它內在仍然有一個 呃 一個結構 必須是連貫的 然後 有 有內涵的等等 所以 呃 它寫掉好的合理的答案 這個時候 就變成是 它還有一些 內在邏輯的連貫性 以及 呃 還有很多 我們講的人 跟聽的人 它是去選擇 如何理解 的層面 OK 所以我覺得大概 呃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謝謝 那 謝謝 我有兩個女人 我從來沒教她們解學 哈哈 我覺得不需要 因為解學首先是 求真正感 如果你大人沒有顯示出來 你沒有一講話 你問你 你要 你要做一個答案 你不是以 非常真正的態度 向它顯現 那 那 它繼續上 很會 回應 有 有價值的難度 我們是要 是要 第二 就是說 比方 執事以外 相當難度 的判斷 剛才有 問了 很誠心 如果你見到 那個 螞蟻 就打死它 怎麼樣 那我自己老實說 我從來不會 叫小朋友 這些人 我們陪他做事 陪他培養 每一段時候 因為他要聽音樂 因為他要畫畫 因為他要去爬山 陪他就是 看電影 這些 這是我 很想 這樣討論的 我覺得 但是他們是範圍 好的 大家心裡面會有感覺 啊 算是在看 算是在看 就是另外我覺得 不要 不要把大人認為對的 好快好講 有一個聖子 是要進去 剛才就是 我要拋點書 拋點書 上面講 全家與序 人 作為序為主 人 現在的意思是 因為我們這個醫師全家 它本身就是 不是一個食物 一個東西 一個物質性的東西 所以它有無限的可能性 但我們老腳 以我 我能以為 對的都是 三歲五歲 就 插進去的時候 它的可能性就 很被陷阱 而且最重要的 你不要輕視比方 他跟外面出來 所有外面 外面的時候 他隨便到團隊 他跟其他團隊 小朋友 有時候 可能 好些經驗對他的人 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大人都知道 有時候我就發現 而且每個小孩之間 很不一樣 我有兩個女人 大女人和小女人 都是很不一樣 然後我發現 我們交的方式也不一樣 班辰就是 有一些 就是 我大女人十一組 她每一件事 她馬上回應 就我知道 她說小女人發生 她發生 心裡面 我們以為 我跟我太太以為 我是弘揚 安心愛大 然後發現 他們 接受 完全不一樣 所以呢 我不認為 有一種公司 有這樣的保證 她 試騙能力非常高 然後那個道德方式非常好 美感判斷非常棒 我不太相信 而且就是 人就是這個 不確定性 上到說 胡的意思就是 你不用把他放進物 物就受物理 physical 物理甚至規定的話 實際上 他可能性就很有限制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就看 究竟我們對人 是抱歉一種 若婚一點的還是 悲婚一點的 我沒有答案的 因為我發現 其實就不能太早 去像一個小孩 就是 考慮什麼 我們的情緒 可是 可能我們 最擔憂的反過來 可能的事情 可能通風社會 就這樣 西方社會說 我們參加 我在歐洲十五年 小朋友看到 那個歐洲人 帶小孩子去爬山 小孩子很好 他跌倒 然後他們哭 看著他 他們自己爬起來 我們動風 馬上爬起 結果我相信 這是 道父母的虛弱 有種距離 讓他們 讓他們激起 當然我們會很關心 但是 我都太相信 我認為 很關心 就本身一定很好 而且 他們會有 他們長腳的問題 道路 你們讓我跑 他們有一些人 反正是我們沒有的 我都發現 我兩個人也有這個問題 都是我們 完全沒有的 然後我們就 黃 我會這樣 我完全沒有解決 因為我會把小孩長腳 看成一個自己有生命的藝術品 他會這樣發生 怎麼樣都好 所以我反而是會 當然我不會還是給他最好的可能性的教育 但是最後 反過來我覺得 要 截學要提防某一種 過於認知為主的截學 過於道德為主 要保留某一種 要依序層面 這時候有可能性 有美感 就是有 surprise 那個 surprise 有好有外 人生就是這樣 有很多偶然 所以本身就是 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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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為他 事先定一條路 但反過來 有可能 他給你更多 我們就好 最後 可能是他不求他 他的意外 他的地方 所以我 我從兩個醫院 可能 完全不及格的 結合到父母 因為我不要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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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小孩 謝謝 謝謝 有小孩 有啊 有啊 那 我 對不起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只能到這邊了 那這位老師 台上五位老師 我是哲學家 我自己是做教育 我很快的提供兩個補充 這是一個建議給各位 第一個啊 就是我們東方會認為孩子是一張白質 我們要幫他寫東西上去 可是在西方的觀念裡面 Education這個字的 一就是表示引出來的意思 是他本來就有他自己的特質 我們教育應該是給他充足的養分 就幫他把他自己的東西引出來 然後去成為他自己 那所以我覺得在故事的過程當中 我們自己在教育現場的經驗就是 其實可以去讀完了以後 問他覺得這個故事怎麼樣 或是你問他你喜不喜歡這個故事 喜歡 他喜歡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去釐清說 原來你喜歡的東西是因為什麼 或是你讀了這個故事以後 你有什麼樣的情緒跟感受 其實幫他去辨識他的情緒 他是憤怒還是他覺得生氣 那憤怒跟不高興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他覺得不公平 他因為他覺得這樣很可憐還是什麼 其實就辨識這個東西 我覺得也是個很好的切入理 就不應該要含有老師所說的情緒違憲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基於在這個方法上面 除了閱讀故事以外 其實戲劇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因為你要去演出那個角色的時候 你勢力要去研究那個角色 研究那個角色 而那個角色如果他是一個原住民 如果他是一個外地來的人 他是一個藝者的話 你就必須去研究他的文化 甚至你可能要學習他的語言 然後再來去演出他 那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他就已經在認識他的了 就是兩個很深吵的心得 建議大家 好 那我們今天的 那個節目的講座到這邊結束 我們再次掌聲謝謝 台上吳慧老師 那大家應該聞到很香的味道了 然後我們接下來還有下半場的活動 我把那個方交給我們那個 林玉泉 對不起 好 謝謝大家 您是故意 還想要坐下來 跟這個吳慧哲 跟人家繼續討論問題嗎 不好意思我們今天是有特定的計畫 我們接下來就有點快 定制室的Party 所以如果要來一天的話 可以跟每一個人的本事 跟人家 好不好 我們接下來是Party的時間 江玉泉 好 那謝謝大家的參與 然後今天結束 現在要開始的Party Time 因為今天我們接在一起呢 是要來慶祝2018年的 F08的事業者學日 那我們折五等中大 而特別準備了這個美食美酒 要來團帶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有更多的話 可以留下來 然後請用美食 或者是跟講座人 也謝謝大家